怪不测完我们来看一下步兵 孔虐这边是神尊孔虐放血鬼 震弹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出场了 因为它没有反步兵的步兵 它只有反大型的天天龙位 这个不是一个种类的步兵 护砍的话我觉得意义不是很大 最有意义的就是色孽的神尊色孽御魔 它虽说不是反步兵 但它是破甲步兵 双方都是高速出型的步兵 我觉得是有得一战 价格也很近 一个是1250 一个是1200块 一个冲锋 感觉我们这边就死了一大片 不愧是菜刀队 对菜刀队 你看这个杀敌效率 咱们打不过 确实是打不过 神尊放血鬼还是猛的 它的反复加成的话 是在13点 13点 主要是我们色念的一个东西 发挥不出来 就是那个迂回 从背面或者侧面 有双倍的加成了 但是对冲的话就吃不到这个加成了 我们把敌人换成这个 基斯里夫的沙皇禁卫重型武器 因为刚刚那个神尊放血鬼 反步加破甲 打不过也很正常 是不是 那么神尊色念御魔打不打得过这一位沙皇禁卫呢 他们的价格是一个1100 一个1250 这一波明显还是神尊色念御魔占了上风 你看这个攻防嘛 差距太大了 咱们这边是48的命中 44的闪避 还带一个迷诱 就降了他8点的命中 你知道吗 降完之后只有28了 这大个锤子 全方面都被这个神尊色的一摸碾压 除了护甲 所以打赢的话是应有之一 不过对方有一个30秒的勇不亏败 可以多顶一会 所以你玩色念的话 并不是说步的就很差 至少菜刀队和战车是很好用的 那么最终打完 咱们这边还剩下了3000多 62个魔族 然后呢我们试一下神尊纳购 协议者1250 跟我们这个价格是一模一样的 54点移动速度的神尊魅魔 能让他射出几轮呢 最多一轮 然后就要吃我们的冲锋 你还别说 这神尊纳购 协议者还挺强的 因为他的闪避非常高 因为他有49点 被我们降到8点命中还有30 然后我们中毒之后 输出掉到33 对方的话是18点的破甲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甲 所以说辅伤啊 打我们也是很痛的 突然感觉好像有点打不过 货真价实的伯仲之间 这是 那我觉得对于神尊魅魔来说 太吃亏了 太不公平了 凭什么呀 我这么薄的甲 就换来了高输出 结果给你打一个55开 64开吧 略生一小仇 那我多吃亏啊 血后确实还是有好处的 你看他有13200点血 咱们猜多少呢 7700 将近差了一倍的血量 850块钱的尖旗仪器仪器者 代表尖旗书战 一波冲锋 罗平破碎 哇我们这死的这么快吗 知道为什么要给大家展示 尖旗仪器仪器者了吧 你别看只有850块钱 他弱吗 把他打白之后啊 咱们触发那个魂之味啊 迅速的歼灭了敌人 咱们还剩下了3300多点血 850块钱的仪器者 值不值 仪器者这么顶 我们也试一下纳购仪器吧 不过估计他应该不行啊 因为他没有魔攻 这个不行 和奸旗仪器者比起来差的太远了 没有魔攻 打这个恶魔呢 就是不行 在他将军冲到我们脸上之前啊 他的仪器者已经被我们杀完了 打白了吧 差距太大了啊 差距太大了 还剩下4700多血 尖旗这里的神尊粉妖呢 我们也来试试吧 虽然说他是一个远程步兵啊 或者说叫混合步兵啊 就是能近战能远程嘛 近战是火魔 远程也是火魔 神尊粉妖试出的东西啊 也是粉红色的啊 粉红色和紫色差距不大呀 那绝对会让我们神尊御魔的兴奋程度 再上一层楼的 粉妖不太行啊 当然这也很正常啊 因为我们这个冲的比较快嘛 那分分钟把它养掉 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仪式中走得特别慢的 可能会吃点亏啊 基斯利弗砍过了 奸骑砍过了 色念砍过了 纳垢砍过了 孔虐砍过了 神魔王国呢 没有这个 这二八截的步兵啊 震弹天长的是 长级也不适合 那我们就再试一下 孔虐的双持武器混勇吧 他也是反步的啊 我们这个伤害是真的夸张啊 真的夸张 这怎么就溜了呢 这怎么就溜了 诶 别跑啊 哇 你本来就打不过 你还往后撤了一下 那不直接没了 他这个攻防被我们爆的太狠了 他直接被降到28命中 28闪避 咱们是多少 52 44 神机兵吧 这因为有了这个魂之味啊 我们这个兵种呢 就是清兵的能力啊 清这种败逃部队能力呢 就会提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 就你只要白了 我们这边就立刻增强 然后瞬间把你杀光 然后再扑向下一队 就是这么一个节奏啊 剩下了5200多点血啊 就砍爆了双持武器的慧勇 最强步兵的前两名呢 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第一名神尊放血鬼 第二名神尊色念御魔 那么第三名呢 第三名可能是神尊纳过协议者 也有可能是沙皇敬畏重心武器 至于震弹的御勇 我觉得不太行啊 就是那个刀盾御勇啊 应该是不太行的 先丢一轮 然后开冲 不知道为什么啊 他的冲锋稍微停了一下 可能是在开将军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带毒 然后攻防闪避的都更高 血量也更厚 这个没有道理输啊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远程攻击 对不对 对方的优势呢 就在于有那么一点点的反步 还只有十点 还只有十点啊 加上这十点的话 我觉得优势也不是很大 应该能靠着我们血量优势 把它打赢吧 好像不一定耶 先要打下去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士气可能会崩掉 果然啊 他俩是真差不多啊 真差不多 应该要出发了 出发了 而我们士气估计也要崩了 好像挺住了 挺住了 我们士气没崩 那我们赢了呀 对吧 如果我们士气崩了 我们就直接没了 挺住了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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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说神尊纳构协议者啊 显胜沙皇进位中心武器 甚至我觉得应该再来一次 因为他刚刚没有冲起来好像 咱们三倍速呢 再来一次 好的 这次是完美对冲的啊 没有问题 如果这一波我们还是赢的话 那就没什么好处的了 咱们神尊纳构协议者呢 可以稳居第三把交易 如果输了啊 那我觉得你俩应该在伯仲之间 还需要再赛第三场 好的 也不算轻松拿下吧 但是呢 也能剩下将近四千血啊 那么至此 我们最强步兵啊 也测试完了啊 神尊放血鬼 神尊色孽预魔 和神尊纳构协议者 在步兵的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天庭龙卫啊 他这个情况的比较复杂 一方面的你要这个分为 对冲和不对冲 你还要分为有凝合和没凝合 就挺麻烦的啊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阵列起者 战装防守的一个结果 一样凝合的我觉得就不搞了 意义不是很大 反大型的步兵和这个菜脑对打 这个是没有悬念的 最多我们看一下 他把我们扬掉 还能剩多少血 好的 龙卫已经不行了 对方还剩下了5400血 这个很正常啊 如果菜刀队步兵砍不过这个反大步兵 那菜刀队的意义是什么 这次呢我们试试看让龙卫对冲 看看哪个死得更快一些 我的妈呀死得屌快 没了我靠 反大起兵啊 你只要敢让他动 敢让他冲 他就敢死给你看 毕竟只有十点突破加成 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很努力了 你看最后结果其实差不多 也是五千七五千八的样子的 但是扛线的时间就大大缩短了 御魔打不过啊 那么这个神尊放学鬼就完全不用试了 我觉得有一个东西可以试一下 就是这个基斯礼服啊 他有一个冰雪禁卫扩建 反不打他好像没有悬念 我们就先试一下这个反大的吧 他有远程伤害啊 但是呢我们有盾 这个好像是一场龙争虎斗啊 对不对 他1250啊 我们1100 160的射程带30%的一个减速效果 那射龙位的话 看一下一轮 应该能掉个400的血左右啊 差不多 然后呢能射上个五六七八轮 然后稍微注意一下他将军的位置 去跟他平 别让他过来骚扰我们 在接敌之前啊 我们已经干掉了这个龙位半条形 但是呢 模组只掉了十个 进入近战之后啊 我们是只有80个模组啊 所以 不好说 再设一轮吧 冲 他还剩84个模组 我们剩80个 攻防上面的话我们是差了两点命中三点闪避啊 输出还差了八点 我们是二十点破甲吧 他是二十五点破甲 我们护甲呢还低了有五十五点 这场是很有悬念的啊 你们看这个血量 好像我们占着很大的优势 但你会发现龙位不动如山 我们已经过半了 我们的掉血幅度的话是明显高于龙位的 但问题就是能不能在我们崩溃之间把他打崩呢 可以啊 可以 我们这个还是反大版本啊 还不是反步版本啊 所以龙位确实还是不太行 然后呢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孔虐的混勇长级 850块钱啊 和我们这个龙位啊 这个应该打得过了吧 这样子咋不过 真就得说不过去了啊 不会吧龙位 我觉得好像是宽度的问题啊 我们用的是默认宽度 对方也是默认宽度 他默认比我们宽一点 确实没打过啊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宽度拉到最宽 再试一次 最后他应该能剩下个3000吧 对方有狂暴啊 还剩下了2800球 我们拉到最长之后啊 敌方就没有办法把我们包围了 主要呢 还是他们比较高大啊 所以说默认阵型的话呢 比我们宽 哎你看这次就 没有那么夸张了啊 大家是势均力敌 好歹比别人贵好几百块钱 咱们这个水平吧 和汇勇长级大概也就是个六四开 但是我们贵了这么多 如果我们有宽核 会再多这个9点的闪避 最多能达到12点的闪避 我们这边没有帝国啊 不然的话呢 把这个什么帝国长级啊 帝国之花呀 都要拉出来溜一溜的啊 那没有的话 那就先算了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骑兵 最强骑兵 孔虐这里呢 我们使用孔虐碾卢者 破甲这个啊 这个反步呢 我们就不用了 然后正在这里呢 我们使用巨龙马骑兵 因为它是一个飞行骑兵嘛 我们需要把它落地啊 然后再进行对冲 注意我们的伤害啊 是不破甲的 而敌方呢 狂暴 加50点的破甲 被爆杀 那我觉得 不落地的也不用测了啊 就这种数据上的差距 你是绝对不可能打得过的啊 不管你是什么落地不落地 就算你背冲他 你也打不过他 色猎骑兵呢 确实是破甲的 但问题是 他这个甲 他这个血 试试吧 试试啊 这是1400一对 这个是1800 可以 诶可以啊 这输出 我的天 你们想到了吗 色猎竹心 正面 爆打孔虐脸卢 你护甲什么130 有用吗 我15 我靠这么猛的呀 苏涅啊 基本上只要你不去射他 色猎就是很强的 挨射确实不行啊 但是打输出 那是一等一的好手 剩下将近3000血 干掉 孔虐脸卢者 那你们觉得 这个1000块钱的寻觅者 能打得过吗 他们俩的数据呢 你们仔细看一下啊 血会少一点 破甲会低一点 冲锋会低一点啊 就是个削弱版本 就刚刚那个大比分 获释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试试看呀 只能干掉 孔虐脸卢者的一半 被完全碾牙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奸祺的混沌骑士 60人队 120 44 52 46 就是破甲不行 除了破甲不行 其他都非常的优秀啊 但是你又被这个 碾路者克制了 因为他破甲特别高 然后护甲也特别高 第一破甲的奸祺骑士 估计打不过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和这个 逐星者打打开 逐星者可是只有 十一年护甲呀 对不对 哇一波冲锋 这钢牛没怎么掉血 太惨了 就是因为这个破甲太低 这个效果呢 跟刚刚那个 1000块的设断骑兵差不多 所以说不破甲的骑兵 被这个碾路者 克的特别厉害 克的特别厉害 如果你是破甲骑兵的话 你克他又克的特别厉害 但是啊 就这种骑兵 他的泛用性是最好的 他不怕射 不怕给你步兵撸 围杀巨兽也完全没问题 围杀将军也行 干什么都行 就是对冲 就是对冲干不过你 这个色孽骑兵而已 然后看一下 坚骑混沌骑士和色孽 竹心 如果色孽竹心打不过 那最强骑兵 目前啊 就是一个火环 也就是竹心 克这个钢牛 钢牛克 坚骑混沌 坚骑混沌 克竹心 这为什么有一个这个这个跑到屁股后面来了啊 强行背袭是不是 好像有点穴 但是也有机会啊 差距并不是很大 这个这个竹心啊 他是克制了这个钢牛 同时呢 正面又打赢了 坚骑混沌骑士 哎呀 强啊 哦对了 这个 这个 食人魔的起兵还没来呢 不能说什么最强起兵 还要打赢石魔才能稳住这个位置 OK 打赢了 打得非常艰难 还剩下了1000多点讯 对了 还有基斯里夫的熊骑兵还没有上场呢 怎么能叫最小骑兵呢 对不对 还早呢 熊骑兵1600块 我们这个也才1400 同时它也是中甲 然后破甲反大的 会不会和钢牛一样被我们的主因者玩客呢 只要能打赢这个熊骑兵 那跟这个小鸡也是有仪债之力的 看一下啊 他虽然说数据很高 但他模组少啊 大家如果玩红沙黄的话 整这种满爹熊骑兵啊 应该还是挺有意思的 只不过那个红沙黄它的机制啊 不全啊 他只能帮自己的这个女儿来抢这个阵头 自己不得 诶 没打过吗 被扬了 他还剩下2400多点血 杨了我们的逐星者 嘿 刚刚还说你最强骑兵呢 恐虐的碾卢者和这个熊骑兵谁更强呢 我觉得可以赢 反大行啊 跟你开玩笑呢 反大破甲 77点的破甲 怪怪 这就有点顶了啊 这就有点顶了 那么这个恐虐的流者 他再怎么排也最多排到第三了啊 已经有两个骑兵可以非常轻 其实也不是要非常轻松嘛 比较轻松的啊 把他干掉了 那目前熊骑兵就排到第一了啊 色孽竹心排第二 然后这个钢牛排第三 但是呢 还有一个重量级选手没有出场啊 就是食人魔 他这边骑兵啊 最强的是这个碾杀者 重武 12人一队 同样的破甲反大 哎呀 这个部队和熊骑兵谁会更强呢 我们1600啊 他要达到1900 碾杀者130 破甲91 反大型30 我靠 顾甲也很高 冲锋也很高 什么都很高 就是人少啊 能赢吗 如果赢下这一局 那熊骑兵就是最强骑兵了 我靠被暴打哎 对他们要暴打 模组是多了四个 对方梦现一个模组都没掉哎 这边已经倒了五个了 好 这边开始死了 触发这个勇战慢 怎么说 有没有机会 不行啊 不行 差距太大了 三十年的反大型还是太猛了 太猛了 命中闪避也不低 强啊 碾杀者啊 直接干掉了熊骑兵 还剩下3688点去 他这么猛啊 我们就要用色孽竹心啊 再来试一试啊 毕竟他是曾经的第二啊 现在你到第三了 如果让食人魔拿到了这个最强骑兵啊 那他就离谱了 因为最强步兵 最强怪步啊 也在他们那 这就离谱了 是不是 他有一个相当不错的这个巨兽 哇 那食人魔真的是起飞啊 有没有机会 能不能凭借人数优势 60打12人 不行 好像完全不行 因为你没有完成合围啊 你会发现 对方像一面墙一样挡着你的部队 被爆杀 我的天哪 1900的碾杀者 对阵1800的恐虐钢牛 只要打赢这个 最强骑兵 实至名归 有两头钢牛 三头钢牛啊 冲到了他们的身后 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包夹 有没有机会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的高地差啊 但是只有一两个 应该问题不大 还是不行啊 钢牛还是不行 我们再试一次吧 因为这边稍微有一点点高地差 没有悬念啊 没有悬念 带着80点的冲锋加成 130的武器威力 只要你不把这个碾杀者包围起来 正面来多少杀多少 他应该是范围攻击啊 太强了 太强了 好的 最强骑兵呢 也出来了 就是食人魔的碾杀者 重型武器 第二名是基斯里夫的熊骑兵 第三名是色孽的竹心者 第四名是钢牛骑兵 大体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至此我们最强巨兽 最强怪部 最强步兵 最强骑兵啊 就全部测试完毕了 最强巨兽是震荡的勇士近卫 最强步兵是孔月的神尊放学鬼 最强怪部是食人魔的 试人者重型武器 最强骑兵还是食人魔的 碾杀者重型武器 当然如果说骑兵 你把它分为怪兽骑兵和普通骑兵的话 那怪兽骑兵 一二啊 就是碾杀者和重骑兵 而普通骑兵里面的话 就是主星者第一 然后钢牛第二 第三应该是奸骑混沌骑士 这个排名的话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 最后我看观众 对飞盘和飞马哪个更强 可能有点想法 震荡想拼一拼 最强空中骑兵是不是 在这么小的门类里面拼一拼 没有用 带得巴托尼亚一来 空中骑兵 这不是我们家后花园吗 好像确实打不过的 你看这攻防 8点命中2点闪避 输出还差了15点 你这是开玩笑的 这是24的破甲 这边是20的破甲 这打个锤子呀 血量的话 这边是6000多 这里是5800加魔瓶 那差不多 不好说 咱们这个士气崩了 对方士气先崩 我本来以为龙马能赢的 干呢 因为我觉得飞盘很弱 你知道吗 没想到 那么到这里 我们就算是真正的结束了 今天的测试 后续那些的话 我们就后面再做了